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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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現在呢就是我早上的回留言時間 因為昨天一樣有上芯片 早上來回一下留言 我跟你們說 我最近其實換了手機 目前還在試用中 這個是三星的摺疊機 然後我最近在玩一個非常復古的遊戲 這個講出來大家可能真的覺得 哇好老的遊戲 就是我最近在玩手機版的動森 我不知道你們有沒有玩過 就是之前Switch版的時候我算是蠻喜歡的 可是我跟的很慢 所以等到我開始玩的時候 身邊已經沒有什麼人在玩了 然後最近就想說 我就跟我老公說 我們一起來玩動森 然後我就最近下載了手機版動森 這個手機因為它的螢幕很長很大 所以玩起來就超爽的 我不知道現在還有沒有人在玩欸 如果你們有在玩的話 歡迎教我好友 我再把我的ID放在這裡 其實還非常缺好用 可能會有很多人好奇說 我怎麼會突然換手機 就是目前最近在試用三星的一系列的產品 然後也想說可以換個系統用用看 好 以上是簡單的小鏡框分享 我現在呢要去超市買個菜 拿著我的菜籃 這個是前陣子在TODAYFO買東西他們送的一個 這種大袋子 很適合帶出去買菜用 順便下樓倒個垃圾 好 好 今天的天氣有點陰 本來前陣子已經有點變熱了 今天又突然變涼了 我覺得我現在穿上髮有點冷 在我身邊買什麼 箱目的 竹箱目的 我們在之前有三年 肚子 我現在穿上的 我也要再買去 你多年 我那時 我現在要睡覺 跟大家分享一下 因為之前有人問我說了 如果在飲食控制嘴殘的話 怎麼辦呢 我其實以為還是會吃零食 或是這種巧克力 可是營養師是建議 至少要85%以上的巧克力 所以我偶爾嘴殘的時候 還是會想吃 就會買這樣子 今天來做我最近很喜歡吃的 酪梨蛋三明治 我是買這種 算是三明治吐司 因為這種其實很薄的吐司 所以它的本身碳水的含量沒有那麼高 就是不會像那種很紮實的吐司麵包一樣 碳水含量那麼高 所以這個是比較適合的選擇 如果真的要吃澱粉的話 當然我之前其實 飲控比較嚴格的時候都吃地瓜 不過現在比較放鬆一點之後呢 就覺得這個也是OK的 現在因為已經我大概知道 我要吃的份量是多少 所以不會像之前 課程當中 飲控課程當中那麼嚴格的 呃...秤重 因為我大概知道吃多少 差不多是我要的份量 可以吃嗎 還在回覆軟 明治的 如果有效 也為人可前方 看著能量 我會有一點點 而定 我會有一點點 如果有事 我會想說 的話 就是 難道你怎麼了? 倒要水 然後... 線上去 你看那個爆炸 然後再一個 要看這個厚度 這個捲的方法其實... 會不會 會 然後是 令人期待的切開環節 這個是其實隨便 變假就看起來很好吃 很厲害 今天的早午餐就完成啦 這個組合呢我之前也包過鮪魚 包過雞腿我覺得都還蠻好吃的 主要是我覺得應該要有的是酪梨 因為我自己覺得有酪梨它比較能夠 讓整體不會那麼乾一點 然後像我除了這個酪梨之外 我還會 再補生菜和杏鮑菇是因為 就是...我在之前減脂的時候發現 蛋白質雖然是要攝取沒錯 可是沒有大家想像中的要真的量那麼大 然後我現在也不太... 也已經戒掉喝高蛋白了 因為喝高蛋白其實 它還是會有一些代糖在 一定要是建議我從原型食物攝取 例如豆漿蛋 像我一餐的蛋白質就是頂多兩到三顆蛋 然後再加一杯豆漿 其實這樣就夠了 然後其他的話 蔬菜要攝取是其他比例的兩倍 所以蔬菜其實要攝取的比較多 今天的穿搭 我覺得有點...不知道是不是要快感冒了 聲音有點...牙 然後喉嚨也有點KK的 我今天...今天裡面的話 本來是穿短袖 不過因為我發現剛剛天氣變涼了 所以我再套一個西裝外套 灰色系的西裝外套是GU的 然後裡面這一件上衣的話 這個是Kurane的 然後我配了一個 直筒的牛仔褲 這個是Anglido的 稍微反折一下 讓它露出一點襪子的感覺 然後今天的包包是 Etolet的 這是一個這種藤邊編織的包 不過這很特別的是 因為它是有點灰綠色的顏色 一般常見的這種比較夏天感的藤邊包 都是...那個叫什麼 就是卡提色 就是藤邊的顏色 很少看到這種灰綠色的 然後再加上這個非常大一個 很能裝 我今天就帶了平板 然後帶了書出門 我想要去咖啡廳看 我最近很常改大公車 疑似在排隊啊天啊 這裏面的氛圍也太棒了吧 而且我竟然獲得了一個沙發位置 我剛剛還想說一個人呢 我以為會給我吧檯 結果他就是有空位就給我進來 就也不會說你因為一個人 所以不給我打位子 我嚇到 然後我點了一個檸檬塔 還有...咖啡 我現在要回去了 然後我不知道是不是因為今天天氣變化有點大 所以我一整天都覺得有點不舒服 然後就覺得... 後輪卡卡的啊 然後就覺得很冷很不舒服 所以我想要回去休息 今天不快出門了 就剛剛在咖啡廳待了一下看了個書 然後就想說趕快回家好了 今天沒有拍 但是我今天做了... 嗯...青椒炒肉絲蓋飯 還有家裡一個飯 大家早安 我跟你們說 我大概是真的感冒了 我從昨天晚上就覺得... 頭很暈 然後喉嚨開始越來越不舒服 然後晚上睡覺睡到流冷汗耶 全身呢...流汗流爆 然後現在起來呢就是... 非常的不舒服 再加上今天天氣又很硬 我本來還想說... 嗯...今天早上要去晨跑 結果你們看... 現在外面的天氣 看不到 你們看看外面 總之就是... 下雨中 聽聲音你們應該聽得出了吧 就是我已經開始有點... 小小聲 然後... 但是我今天有事情要去一下郵局 因為... 前幾天 跟日本黃金州連放了... 五天吧 所以... 我本來還要去郵局做的事情 一直沒去 所以我等一下想說還是要去一下郵局 然後去買一下感冒藥這樣子 其實我現在這裡有一些... 可是是那種鼻炎藥 我去買個... 就是那種... 你知道大家都在掃獲的那種感冒藥 所以今天可能會... 乖乖的待在家吧 現在要去買個感冒藥 然後... 這邊去一下郵局 我平常很少戴眼鏡出門耶 但因為今天真的是覺得... 可能隨時會在家睡覺 所以我就戴眼鏡 這眼鏡是我回台灣的時候配的 非常的輕 完全不會有那種負擔感 我很喜歡 而且是這種有點白色透明的鏡款 非常好看 解決囉 我靠 要下雨 這樣 喔 剛剛本來想說要叫外送的 因為我今天也很想喝那個星巴克的抹茶拿鐵 可是我發現外送的星巴克 沒有辦法那麼的客製化 因為我想要換成例如杏仁奶 結果他的外送 Uber Eats沒有辦法換 再加上... 看一看就覺得天啊好貴喔 本身... 就已經會跟店內價有差別了 然後... 又有外送費 外送費大概都要兩三百日比 所以我就... 算了還是自己做吧 今天的早餐... 剛剛在... Losan買的 然後... 因為今天沒有什麼東西 所以就... 家裡剩了吧 拼拼湊湊 今天是... 三顆蛋的餐 然後這個是蛋卷 剛剛這個我本來想要做的 因為我在IG上面有看到一個玫瑰花蛋卷 結果大失敗 太難卷了 好... 但是... 這樣也是OK的 會用特別的通道 走去教堂 地的最精華地段 最高級的住宿 各位早安 我從昨天... 8點多睡到今天早上8點多 我的天啊 我本來以為我應該是已經要好的狀態了 結果... 昨天晚上我的喉嚨... 急劇的狀態下降 就是... 我的喉嚨痛到... 我現在... 沒吞一口... 不是... 吞口水 我都要整... 心裡準備好讓它痛一次 因為這... 不知道什麼... 怎麼喉嚨變得那麼痛 結果現在... 其實我已經沒有什麼... 不舒服或是頭痛 可是就是喉嚨超痛 所以說身體不舒服 其實就喉嚨了 好像好像稍微好一點點了 因為我覺得好奇怪喔 為什麼生病這種東西每次都是在... 半夜的時候會突然狀況... 急速的惡化 因為我覺得我昨天白天的時候 感覺狀況還不錯 然後... 到了晚上就突然的... 就大概... 洗完澡之後 就會突然的... 超不舒服 喉嚨超不舒服 可是像我現在白天就起來之後 我就覺得好一點了 到底是為什麼 所以我剛剛就還是... 摔著臉的頭髮啊 然後... 畫了衣服 這件的話呢 其實是我... 大概一二月的時候預購的 然後... 它預購四月才出貨 所以... 本來說到的時候已經變熱了 但是這兩天又... 天氣變得比較涼 就可以穿 這件非常的有氣質 它是這樣平臨的 然後也可以這樣拉起來 晚點有出門的話 再給你們看一下今天的穿搭 這樣子 給大家看一下今天的穿搭 現在喉嚨還沒有完全好睡 就是... 讓我小小聲的講話 我覺得我今天穿這樣... 真的很像... 可以去參加婚禮的那種感覺 婚禮... 風格穿搭 上半身這件呢 是我之前就... 滿常關注的一個品牌 然後... 我之前也有買過 但是因為他們的名字太長了 所以就一樣打在字卡給各位 然後今天的裙子 這個是Mila Owen的 這個本來之前在... 日牌購物開箱想要分享 不過後來沒有穿到 然後... 它是有一點這樣紋理感的感覺 而且之前因為它的長度偏短 就是我很少看到... 是我這樣子可以剛好集西的裙子 所以那時候... 試穿之後還蠻喜歡的 它是一個即使我穿平底鞋 也能夠搭配的裙長 鞋子的話是在Zozo Town上面買的 好像是... 有點忘記牌子耶 到時候一樣我再打字卡給你們看 然後... 今天的包包是背Polland的 比較優雅一點的風格 這樣... 我現在來到抽葉園 因為我最近想要看相機 就在家沒事 真的是... 生命還要到處跑 就想說去Big... Big Camera看一下相機 這樣子 想買這台 我買相機了 花了我... 40萬日比 大概換算台幣是8萬多塊 投資... 投資... 因為那個相機拍起來真的很好看 我現在要回家了 然後... 想說反正我都沒有聲音了 我乾脆就來個小小沉浸式開箱 給大家看 然後呢... 我換了一個... 就是... 一個比較好一點的鏡頭 然後呢... 我換了一個... 就是... 一個比較好一點的鏡頭 比我以前的還要... 大台好多 握起來的感覺 這是我之前用的 這台我用很久了 應該有... 三四年了 我... 所有就是... 例如在家拍的影片 又或是... 例如傳達影片 在家我都是用這台拍的 其實還是很好用 就是... 最近那個... 螢幕有點摔到了 再加上我也想升級一下... 裝備 所以... 就買了這一個 太大了吧 我們看看這有多大 不是它也太深了吧 超大一碗 放下去 然後再加上 拿上蛋 在家製造的地方 再加上脂皮 盤子水 把另外一碗 放在家製造的地方 為一個太一碗 就在家製造的地方 向上 廢物 把 今天的穿搭 刚刚因为收到了这套新的衣服 所以我就立刻又换了一套穿搭 然后想说要去 我想去的一间咖啡厅 可以今天去那边读读书 因为今天天气还蛮好的 然后想说 随便出门来测试看看我的新 昨天新买的相机 然后今天穿的这一个套装呢 给你们看一下里面 里面是一个 连身裤 它是像这样子的连身裤 然后它是分开卖的啦 不过它也可以这样成套一起配 这一套呢是 一个我第一次买的日牌 叫La Pudé Gym 这是之前水瓶小姐 就是一直说她很喜欢的牌子 然后刚好最近看到 他们有黄金周特甲 我就上网 买了试试看 今天刚收到 我觉得他们的那个 衣服材质超级好的 他的那个 西装布料超挺 然后很有厚实度 不行我觉得我现在 已经无法再介绍下去了 所以就 这样吧 今天要来的咖啡厅 也超不起眼的吧 它跟旁边的房子都超像的 然后路上也没有什么人 这家的话是只能拍外面 所以里面是不能拍摄的 我现在吃完了就是在里面休息一下 然后看书 再来我想说去 就在杠前 Kudamai这附近 逛逛 这附近有很多那种 就是 呃 比较 生活杂货 就是比较那种什么 复古风 古民风的那种小杂货 可以看 我刚刚还买了一个他们的巧克力 做得超可爱的 很像一本小书 我觉得他们的那个 咖啡和巧克力 都跟我平常在外面 一般咖啡厅真的不太一样 就是很有特色 i'm a mother i could need some advice 早安 大家 今天呢我觉得我的状态算是好了 应该有一半 还没有完全好 不过 不会那么那么的不舒服了 然后声音还是有点烧下 吞口水的时候也不会觉得 喉咙那么那么的痛 还OK这样子 然后因为我今天晚点要去 Kurane的一个 2024秋冬的先行预购 诶我去年好像也有去 不过他们这次比较偏秋装一点 不是完全冬装有大衣那种 但是我就想说可以去看看 然后我就有预约在 Lumine 新宿Lumine那边 好总之就是这样 然后我等一下去给你们看一下 我今天的穿搭 今天的穿搭 上面这个 桃粉色 粉纸色的衬衫是 Stands of Place的 然后今天穿白色的连身裤 这件是Atole的 不过这件我不确定还买不买得到 因为他们家的衣服真的都还蛮难买的 通常都要开卖的时候立刻抢的那种程度 所以 嗯就给大家参考一下啰 它是一个这样子有点像斜切感觉的连身裤 然后 它的调节方式是背后这里 可以把它调 缩成那个一个腰身 就是它正面看的时候又不会像一般连身裤那么的普通 它就是有一种这种 斜切的布料感 有没有 单穿一件就 很有型 然后今天穿 想说穿拖鞋 比较有一种 夏天感 全身的样子给你们看看 这样子 然后我今天包包背的是 Style Mixer的 今天这个穿搭我觉得比较苦恼的 是我包包有点不知道背什么 就 好像 没有那么符合这个色系的包 就只 随意背了这个这种 然后鞋子我穿的这个是TODAYFOR的 脱鞋 后底脱鞋 它的表面是很像那个皱皱的感觉的这种 这种鞋子 很可爱 胖胖的很可爱 现在来到新宿LUMINATE 2 因为有预约所以人数应该矿管蛮好的 因为有颜约 ном点 尤其是每个小型的 我刚刚去完Kurane的先行预约会 不过我这次没有预约 因為他要到貨的時間我比較不確定我到時人會在哪裡 然後我想說等之後 之後等他上市再看看吧 不過目前四川倒是覺得西裝外套還不錯 然後紐仔褲還不錯 可是覺得Krunner的價格變得有點太高了 他的西裝外套要四萬塊 然後紐仔褲可能也要兩五塊三萬 有一點高到覺得 想說算了 因為我在剛買箱子 自己花的錢比較多 就這樣然後現在要找個地方吃東西 好 早安大家 現在是早上七點多 我今天要出門去晨跑 其實如果不是因為我這次有感冒的話 我不來正才人家應該 應該要更長出去跑步的 但是沒辦法 就是現在才比較好了 然後我現在是裡面 上衣我先穿了我等一下跑步會穿的 然後下半身我等一下會去 那個跑者站那邊換 我要去的是在黃居外淵那邊慢跑 那邊是還蠻有名的慢跑勝地 然後也是我跑過之後 我覺得很喜歡的地點 因為它那個就是 東京黃居外淵 繞一圈的話 就是五公里 所以 跑完剛好就是一個初心者 一般初學者可以負擔的程度 而且因為那邊有一個跑者站 就是一個小商店 它有地方可以置物 或是可以更衣啊 租借 甚至可以租借跑鞋 租借運動服 所以就算你們今天 呃 來旅行 好像也蠻多人會去那裡租借 然後去跑步的 這樣 我也都會去那裡租借跑鞋 因為我發現他們的跑鞋 其實還不錯 是Nike的 然後跑起來 比我自己的跑鞋 還好跑 所以我都會去那邊租 這樣子 好 之前冬天的話 我還會可能九點十點再去跑 但是現在因為夏天了 接近十點之後就會變得很熱 所以我今天就想說 早一點起來去跑步 然後跑完再回家 嗯 做做其他的事情 給你們看我今天帶的包 這是Yumikuro C系列的 帆布包 這個超能裝的 超適合的 然後大東西 因為我其實本身不是一個 特別喜歡跑步的 或是有氧的人 感覺應該很多人跟我一樣 然後我現在 跑步呢 都是用超慢跑的形式 大家可以去Google查一下 就是現在超慢跑 除了還蠻流行的之外呢 它好像對於軟質效果也蠻好的 也是之前我的營養師 推薦我可以嘗試的運動方式 那超慢跑其實就是 比起你一般跑步來說 它有點像 比你快走 再更快一點點的跑步 你跑的程度是 你跑步的時候呢 甚至還可以講話聊天 不會感覺到 氣喘吁吁的那種跑步程度 所以其實像我通常 跑五公里 我會跑五十分鐘到六十分鐘 就是這麼這樣的 蠻慢的速度 可是你這樣 這個跑完之後 是不會覺得 就是氣喘如牛的感覺 然後跑起來也是比較舒適的 但是染指效果不會比較差 所以蠻推薦大家可以去研究看看 超慢跑 到了這個 跑走站 又在一個 很容易的地步 先走 我之前第一次來的時候 找超久的 因為它非常快樂不起眼 也會在一個很像 自行車停車場的旁邊 從那邊開始跑 大家可以看到那裡有一個護城河 東京黃巨就算是在這一大區 然後就沿著這樣 跑一圈 幾乎是繞整個這樣一圈回來 看這邊的環境 超美的吧 然後大家不要看我穿長袖 但是這件非常透氣 所以穿長完全不會悶熱 滿意 回家了 然後我剛稍微換了個衣服 我來跟大家開一下 我今天收到的包裹 好了 就是 好好聲音的補貨 這是之前每一次開團好好聲音 都會 一結束 沒多久 就會立刻再收到私訊 有人問我說 好好聲音的燕望酸 什麼時候再開團 相信大家應該真的是 非常 吃了之後 非常非常滿意 因為很多人都是 他吃了一個月兩個月之後 發現 哇真的效果很好 所以馬上想要立刻再回購 所以大家 這不就來了 我都幫他掐指 算了算好時間了 而且呢 每次都有一些小驚喜 要給大家 這一次的話 是做了 也是我獨家聯名限定的 浪漫櫻花綻放禮盒 是做一個很漂亮的櫻花版本 因為鏡頭前看起來好像 可能是一個淺色有沒有 可是他在 你實際收到的時候 是有一點淡粉紫色的 暈染的感覺 側邊是一個櫻花樹的 油畫插畫一樣式 這樣子 開箱 等一下 超漂亮的耶 裡面內盒是這種淡粉藍色 然後 裡面 這樣子一個禮盒會有三盒燕窩酸 這個每一盒燕窩酸都是做 這樣子擦畫形式的 而且是每一面都有喔 是我之前的衣服油畫 然後把它做成了 限定的燕窩酸版本 燕窩酸的好 應該不用我再多說了吧 我現在 就算我影片中 沒有特別講 我真的是每一天的晚上 睡前都一定會吃一包 我自己的吃法呢 就跟之前一樣啦 大家可以回去參考這些影片 我白天會搭配維他命C 然後晚上吃燕窩酸 燕窩酸是一個 例如說你搭配維他命C 椒原蛋白 這些骨光肝臺之類型的美白 或是對皮膚好的產品 它是有一個加成作用的 所以你可以搭配任何 你平常有在灌用 在灌吃的保健食品 這樣子一起使用 這樣 哇 超硬 怎麼超硬 怎麼吃啊 這怎麼吃 今天這個白盤 我真的是 自己也要佩服自己 看起來也太厲害了吧 可能因為放上了那個 就是這個麵包 這個是我在外面買的啦 所以放上面包之後 真的特別有在外面吃早午餐的感覺 我剛剛回來之前去買了抹茶拿鐵 因為我有多加抹茶粉 所以非常 看起來非常的濃 濃爆 我感覺可以再加個冰塊 稀釋一下 給大家看我今天 就是我是在超市買那種薰鮭魚片 然後就搭配生菜 番茄 煎了節瓜 然後再煎一顆蛋 其實都是一些很簡單獲得的食材 然後再煎一顆蛋 然後再煎一顆蛋 再煎一顆蛋 再煎一顆蛋 4色 5色 油